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来第164集的《只要有电影》 这一集想跟大家讲两部正在上映的台湾电影 当然戏院数量很小 属于一个小众 但其实我觉得 为何要讲一下呢 因为我其实想跟近一两年看过的台湾电影一起讲 因为我看完之后觉得这一堆台湾电影 第一是很类同很多事情 第二我亦都觉得可能是反映了一些 近年的台湾电影的一些趋势 一些共通的意识形态 而这些意识形态我觉得是 我不敢说是否能够确切反映了台湾 现在 特别是年轻一代 中生代 年轻一代的一些问题 一些个性 又或者一些困惑 困境 但是这件事是我从这些电影里看到的 我想拿出来讨论一下 主要这两套台湾电影 同期上映都比较少的 一部叫做《初戀万半拍》 另一部叫做《该死的阿修罗》 应该是《该死的阿修罗》 应该是去年的作品 因为它在去年的台北电影节 都拿了四个奖 它提名成九项最佳电影 即是九项的奖项 然后拿了四项 分别是最佳劇本 最佳女配角 最佳音乐 三项 另外它在《桃园电影节》 也拿了最佳特别的评审团奖 而在《金马奖》 也拿了最佳女配角奖 提名剧本和最佳新演员奖 而且它代表了台湾去竞选 刚刚过了的去年的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奖 以前这个奖叫做最佳外语片奖 不过没有入到最后五大提名 算是相当觸目的电影 而且我看一些报道 网上的资料 普遍的评价都很高 《初戀万半拍》就更新 是由柯振东和徐若萱主演的 導演叫做陈俊霖 陈俊霖在香港做过一部电影 叫做《明天记得爱上我》 是2012年的电影 都相隔多久了 而这部电影《初戀万半拍》 就是它十年来的第一部长篇作品 至于《该死的阿修罗》的导演 叫做刘一安 他的作品不多 都未在香港上映过 早期有一部叫做《一席之地》 然后有一部叫做《失控谎言》 《一席之地》是2009年 而《失控谎言》是2016年 我看过他们的前作 包括陈俊霖的《明天记得爱上我》 和刘一安的《失控谎言》 或者我们首先讲一讲《该死的阿修罗》 因为它是早过《初戀万半拍》 戏都挺长的 超过两个钟头 我想两个钟头十五分钟左右 但anyway 这个故事其实是有趣的 很多地方都 第一它分成几个chapter 而几个chapter 它都是用一些漫画 作为一个heading 事实上整个戏 亦都牵涉到 里面有一个 在网络上很流行的 一个年载的漫画 叫做《憤怒的灵》 这个漫画有两个作者 故事就是一个有钱仔 由一个新人叫做王胜球主演的 王胜球其实在早前也有一部台湾电影 在台湾很热烈的 叫做《谁先爱上他的》 王胜球那时还是一个很小的时候 十多岁 十三四岁 一个少年人 但现在他已经大过了 在这部戏 飾演一个有钱仔 不是说很有钱 但他父亲也是一个商家 挺好的商家 但离了婚 母亲也有一个新的爱人 他提供《憤怒的灵》的故事 帮他画的就是他一个好朋友 演员本身叫潘江大 这个好朋友 戏里面没有特别交代他的背景 但两个好像都认识了很久 自从中学开始 都是一个很亲密的朋友 漫画在网络上似乎是相当流行的 但故事开始的时候 讲王胜球 因为家里的原因 被爸爸逼他出国留学 其实他是很不想的 变得他一直都有一些憂鬱 很不开心 其实潘江大是很不想他去的 但似乎整个情况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两个人的关系 其实只是故事里面的一小部分 因为戏是一个群戏 一几组的人物 这是一组的人物 另外有一个记者牽引着整部电影 那个记者是由《亲密的房客》 而得到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獎的 莫子宜释宴 他去采访台湾那些 应该是我们类似的公屋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阶层 住在这里 还有很多故事 他就去写一篇报导 中间有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由演员王于轩飾演 他在读书 而且对数学好像特别有才华 甚至他的老师都会说 如果你很努力读书 我甚至可以资助你上大学 他有个母亲 母亲也是单亲 但有失聪 有一只耳听得不清楚 那个矛盾在于哪裏 首先这个女孩以前都在网络上 做过一些援交 或者是一些SP Sex Partner 其实他有一次在交往的过程 采访了王胜球 和发生过一段关系 但是之后 因为当然 是这样的SP的关系 大家都不会有牵挂 所以之后分手 一直没有联络上 他经常上去网上高玩游戏 在网上高游戏 他认识了另外一个 当然身份隐瞒了 他不知道对方 那个男孩的身份 到底是什么身份 对方是一个责男 但他有个女朋友 有个未婚妻 未婚妻在广告界里面 都算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而且都很聪明的 因为一段这样的关系 那个女人 每个人都好像 银行驾驭着 作为一个公务员 而沉迷于 网络游戏的一个责男 他认识了这个 王鱼圈之后 因为中间要交换很多 很多宝物 很多武器 他就差不多 卖了十万台币的武器 给王鱼圈 交换条件就是 上载一些裸照给我们看 但王鱼圈 当然不会上载自己的裸照 网络上的裸照 但公务员一直都不知道 整个戏就是这群人物 穿穿插插 初头是没什么关系 后来就被王胜球的行动 是联系上来 这个行动是什么 就是王胜球 在种种的压力下 他又不愿意离开台湾 想去投靠他妈妈 被妈妈拒绝了 他对这个世界 对父亲那种虚伪 那种虚伪 成人的一些欺诈等等 是很震怒的 到最后他就 因为拿了一支气枪 有一次就在夜市那里 是无意识地 无差别地去开枪 结果射死了公务员 公务员刚刚在夜市吃夜 整个戏就因此而组织在一起 但这一段情节 甚至后来牽引到很多 因为他杀人之后 他坚决不肯认错 因为他觉得我真是想杀人 但他的老友 潘江大一直想他公开道歉 而他母亲也是透过律师 甚至透过联合牺牲者的父母 被杀害者的父母 已经谈判好了 只要你肯认错 公开认错 第一便会减刑 第二便会得到舆论的同情 但是王胜球是坚决道歉的 亦都牽引到令到潘江大 竟然是牢劫了王胜球的父母 在一场公开直播的环节里面 要挟想杀死他们的父母 而逼王胜球去道歉 当然我觉得这段情节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记者亦都会报道 莫子宜的记者亦都会报道了 王于圈少女的种种行为 又踏上了公务员的女朋友 即是广告界的女强人 到最后就搞到挺惹怒的 但这个只不过是棄的四分三 结束了这一段情节后 突然之间后面的四分之一 就不风一转 就是说 What if 如果王胜球那一晚 在夜市打算是无差别杀人之前 他就遇到少女 遇到王于圈 怎样呢 原来他们遇到后 反而牽动了王胜球的感情 那晚他打烧了这个行动 而跟着就跟王于圈 甚至发生成为一个情侣的关系 但这个关系就令到这个 潘江大 是产生了很大的妒忌 而之前其实已经交代了 就是说潘江大 其实一直暗戀着王胜球 但似乎王胜球是猛言不知的 而潘江大又不知 不知为何不肯或不敢去宣示他的表白 另一方面就是公务员又发现了王于圈 在网上高欺诈他 跟踪了他 然后要求拿回十万元 但当然王于圈拒绝 结果公务员就杀了他 所以一个被杀的人 在后面的四分一 每个人都逆转了命运 被杀的人成为一个杀人兇手 本来是成为一个杀人兇手的人 但后来就有一座比较美满的结局 所有的关系都逆转了 这就是该死的阿修罗的故事 有些复杂 也算很丰富 因为他有三组六、七个人物 不断的距离 也牵涉有同性戀的情节 牵涉有绑架 牵涉有无差别的杀人 牵涉有网络游戏 牵涉有网络的漫画 好像是有很多东西说 而且也挺摩登 全部都是一些社会很热门的话题 甚至是很熟年轻人的生活圈子里面 经常接触到的东西 但是是否这样呢 在背后实际上他表现到的 我刚才开始 节目开始时间所讲的 社会的意识形态 或者是否一个台湾 今天台湾社会的一个意识形态 我再详细再讲